被称为披着狼皮的羊的六位明星,阿娇上榜,第一望恩负义。 NO6阿娇早年是清纯玉女的代表,向着香港新一代的清纯玉女前行。 哪知道有银日晨关系的燕照门事件曝光,阿娇一张又一张不雅照网络疯传。 大家此刻才知道这个清纯女孩私底下原来是这样的。 NO5韩星金贤重花样男子倾倒万千女性。看上去完全没有伤害力的这样一个人,竟然出手将女友打伤,让人忍不住一身鸡皮疙瘩。 NO4房祖名一向以乖乖男的形象出现,从不以自己是成龙之子而不可一世。 但这样一个看似乖乖派的房祖名却吸毒还纵容他人吸毒,让人惊呼人不可貌相。 NO3王全弯能够取到女神级的章鱼其却还不满足,竟还要外出嫖娼,实在是让人想不出任何理由来为他辩解。看上去那么繁厚老实,真是让人想不到,所谓人不可貌相。 NO2董洁在无数人心里就是纯洁,美好的代言人,然而当他的离婚事件与王大志牵扯上关系的时候,女神形象轰然倒塌,真是人不可貌相。 NO1星女郎黄胜一成名后,毅然与星爷决裂甚至对部公堂,更火速当起了小三勾打上了富二代阳子。 王胜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,狼狼为尖的两人到处高调作秀,遭到网友大吐槽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